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今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参加监测国家发展问题与挑战国际论坛的国际组织和28个国家计划和统计机构负责人并座谈 李克强说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起伏 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 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 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和瞬间多变 使各方对未来增长看法分歧增多 应对措施差异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 加强统计监测提供真实完整及时的信息 可以为准确判断形势和走势 科学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这也有利于增进各方共识 推动各国同桌共济和政策协调 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 李克强指出 面对各种风险挑战 中国政府将继续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 协调性和综合竞争力 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中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联合国 世界银行 莫桑比克 卡塔尔 印度的计划和统计机构负责人 就加强统计国际合作 提升统计服务国家发展的能力 发表了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